在中共两会前夕 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砍人血案 目前造成至少33人死亡 143人受伤 民间舆论强烈谴责暴行 而对于中共很快地就将这起案件 定调成是围族人士的攻击 也引发外界质疑 要求公开真相 3月1号晚上9点 昆明火车站发生十几名蒙面人砍人事件 据中共媒体报道 警方当场打死4名犯罪嫌疑人 抓获一人 其他嫌疑人在逃 但未提及袭击原因 中共当局将这起案件定调为 僵毒人士制造的恐怖攻击 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指称 中共政府对这起惨案和无辜死伤者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呼吁北京立刻停止针对维族的挑衅和歧视压制政策 不能再借此事作为镇压维族的政治借口 制造这种屠杀和恐怖都应该被谴责 但是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我是绝对不可能心意接受官媒的一厢情愿的给世界的定性 首先第一要有真相 要有足够的证据 对这种滥杀无辜的现象肯定是比较反感 新疆这个状况来说 这是说明它这个政策是有问题的 没有很好的解决少数民族和汉族这种关系 这个矛盾需要这个化解而不是压制它 昆明血案迅速成为网络的焦点 网民们纷纷表达愤怒和哀悼之情 但大量对事件的评论转发 照片均遭到删除 新常人记者 许文斌 舒惨采访报道